男星高以祥11月27录制《浙江卫视追我吧》突然昏迷,经抢救后人回天法术。 享年35岁,高以祥促世的消息一出,立刻引起外界哗然。 以往给人热爱运动,阳光形象的他,竟会在录制节目时昏倒,令外界相当震惊。 而今二日高以祥的大体从上海运送回台,举办告别式后将长眠于金宝山。 身高193公分高以祥热爱健身,但却在参与竞技类综艺节目的过程中,因体力不支而晕倒。 事实上,从小就曾是校内球队中重要的一员,离开加拿大回台湾的时候, 他也都曾想要继续延续职业篮球的可能。 直到进入演艺圈仍对于篮球、健身等运动项目都有极高的热忱。 高以祥当年之所以会进入演艺圈,是因为当初在加拿大接了一份零演工作, 意外开启他对表演的兴趣,便决定回台发展,展开13年的演艺生涯。 只不过高以祥出奇的戏剧作品都是以高富帅形象现身。 他也曾透露刚入行时很挫折,戏演不好被导演骂, 但个人魅力依旧不减,逐渐在时尚圈展露头角。 甚至成为国际时尚品牌Louis Vuitton, 2011年全球春夏形象广告。 也是品牌首位任用的亚洲模特,奠定他在时尚圈的地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